大家好我是豬哥 歡迎來到今天的主觀鏡頭 一鏡到底的試駕時間 一樣要帶給大家最真實的試駕畫面 尤其今天試駕這台是寶石捷最新的 中期改款的凱燕Coupe 它的標準車價要價391萬 因為它是V6版本 3000cc渦輪增壓引擎 353P 51公斤米的扭力 但是除了391萬的車價之外 這台車還額外選配了324萬的套件 都快可以了再另外買一台凱燕Coupe了 其中有一樣單項選配 要價超過100萬的 就是1088600元的 碳纖維運動輕量化套件 主要是車尾 碳纖維的尾翼還有下方 碳纖維的Diffuser 其中最貴的最耀眼就是上方這個 非常面積大的碳纖維的輕量化的車頂 一般車子像是編代的MCA才有這樣的車頂 但是沒想到凱燕Coupe也可以選配 但是有了它之後 就無法有所謂的全景天窗了 它的後照鏡的外殼也是碳纖維的 前方保險桿非常多地方 它的老流液也都是碳纖維的 還有包含它的內裝的部分 其中非常像經典911千鳥文花文的賽車椅 這個也包含在內 上方有輕量化的頸皮 還有方向盤也是輕量化的頸皮 就連前方的這個飾板 包含了中控台還有包含了門板 這裡的碳纖維飾板也全部都在輕量化套件裡面 而且它連這個外面的鋁圈 22寸胎圈組合一樣有這個 微酥微火三盔的烤漆 輕量化的鋁圈 旁邊這個輪拱也是車身銅色 側群也是車身銅色 這些零零總組加起來 單向選配價超過100萬 來到了1088,600元 您覺得這樣的選配如何呢 它總共可以輕量化33公斤 這台車原本的車重是2085公斤 但我覺得 以及說它輕量化效果很棒 倒不如說 它的外觀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具有賽車的感受 第二個則是呢 這個顏色叫做冰極灰 乍看之下呢 非常像那個水泥灰的配色 但是呢 它的陽光底下呢 稍微閃著微微的一點淺藍色 它選配的要價呢 是151500元 我個人覺得這部分還不錯喔 而且呢 它的底盤的部分 包含了 後軸的轉向系統 這個選配價是108300元 還有裡面 原廠就有的PASM之外呢 它可以選配這個主動式的氣壓彈簧 它選配價格是43900元 它包含的PDCC 就是保時捷的底盤控制系統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呢 它的車底下呢 會有一個主動式的防行感 這個差別非常大 選配的價格呢 則是來到了208300元 後方呢 它的跑車化的排氣系統 還有跑車化的這個 深銅色的排氣管 這個也是要選配的喔 這選配價是181100元 但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它包含了它的90公升的油箱 這個部分也是要選配7600元 還有這個非常漂亮的 這樣子的一個油箱蓋 這部分呢 也是需要來選配的喔 不過呢 保時捷它本身的 並不是現在流行那種 無油箱蓋的設計 這個蠻特別的 接著呢 就是它的隔音隔熱私密玻璃 其中呢 包含它的前面後面呢 這裡它都是雙層的膠合玻璃 前座後座都是 而且在後座這裡呢 它都有一個私密隔屏 就是呢 當你沒有貼隔熱紙呢 它後面一樣是黑化的 不過建議你呢 除了貼前面的隔熱紙之外 後面也要貼 因為呢 這個只有熏黑色 並沒有真正的隔熱功能 車尾這裡呢 它熏黑的LED尾燈 含車尾的光帶 一體貫穿式的 非常漂亮 這部分的選配價格是六萬六百元 還有May has Ascent 特色的套件 特色套件呢 它內裝裡面非常多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 非常的漂亮 再往下看呢 它還有自發光了 髮絲紋的鋁合金的門檻 哇 這個價格不便宜喔 三萬七千九 還有一個呢 就是呢 它副駕駛座下方呢 有一個滅火器放在下面 滅火器倒是還好 九千五百元 不過它比起過去呢 貴了五百塊 它的內裝的部分呢 其實剛剛講到 包含了它的 108萬八千六百的 碳纖維的 輕浪化飾板 還有這個千鳥紋的賽車椅之外 還有這個幾皮方向盤 幾皮的車頂之外 其實它有些東西呢 我個人覺得 秉除在剛剛講到的 單向破百萬的選配之外呢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可以把它選起來的 其中呢 原廠就是這個 12.6寸的 非常像TiCon的這個 數位的儀錶板 中間這裡呢 12.3寸 但是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旁邊這裡 鏡頭呢 移到正中央去呢 才能夠看到 這個非常棒的 10.9寸的副駕駛座前方的娛樂螢幕 但是呢 當你從正駕駛座這樣看過去的時候呢 它有特別的鍍膜 所以呢 不會擔心駕駛去看到 第三個螢幕 因此分心 這個部分呢 它的選配價格呢 依舊是不便宜 但是我覺得非常實用 它選配價格是 86,700 乘客資訊的娛樂顯示螢幕 我覺得還蠻棒的 還有這台車呢 它也選配了 BOSS的音響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 這個BOSS的音響本身呢 就沒有像這個凱因S上面的 柏林之音來的好聽 音質來的好了 而BOSS的音響選配是 86,000元 但是呢 的確 比起的柏林之音呢 便宜了不少 以及在上方這個 九紅色的底色 光是這個 跑車即時套件 加上的電子螺盤 這個呢 要把這個底色變成 這個九紅色 就要34,100元 還有後座側邊的安全氣囊 這是安全性的 所以安全氣囊本身呢 它選配價是26,100元 其中很特別的是呢 它的安全帶本身呢 也是選配的 另外是這個九紅色 我覺得這個九紅色呢 滿好看的 比起一般的黑色的安全帶來講呢 顯得格外的特殊 但是呢 這個也是要額外選配的 當然呢 保釋街的凱恩COOPER裡面呢 我覺得 其中 這台車 選配我覺得最實用最棒的就是呢 它除了 前面這個ACC 這個ACC呢 也是需要選配的 還有包含的車側盲點系統 也是原廠所說的 車道分離 車道變換系統 輔助系統 是要選配 但是再來是它額外選配一個叫做 夜視套件 夜視套件呢 那它雖然說呢 它這個前面 成像呢 是稍微只有在中間那個圓圓圈而已 但是呢 當你今天在晚上開車的時候呢 前面有這個夜視功能 倒是非常非常的實用 不過呢 這個夜視功能的選配價格要價 145500元 這個夜視輔助系統 其實也是不便宜的 它要包含保時捷的這個Keyless系統 Keyless系統也是要65900元 車內的氛圍燈啊 都要25800元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叫做吸煙套件 保時捷的吸煙套件長怎樣呢 其實呢 它就是跟一個塑膠的煙灰缸 它有包含了這個塑膠煙灰缸裡面呢 還有包含了兩個點煙器 這就是所謂的吸煙套件 一個煙灰缸兩個點煙器 這個呢 則是要價呢 3400元 不過現在車子很少 這個吸煙套件 總結而言呢 保時捷的Keyless Coupe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呢 它這個非常像Taycon的儀表板 雖然說沒有Taycon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這是全新世代 中間這個大家非常熟悉的PCM的系統 Android Auto Apple 它會全部都有 還有原廠的導航等等 同時這台車 它也選配了底盤 剛剛講到了 它的這個 PSM裡面有氣壓懸吊 就算你那個沒有調整氣壓 這個所謂的模式 你也可以自己的調整那個車高 還有跑車化的排氣系統 它也選配了 都可以透過中間這個PCM來進行控制 以及最新的旁邊 這個乘客的資訊螢幕 整體來講 下方這個中傳這裡呢 它的冷氣控制的這個 控制鈕 它全部都是有實體反應的 而且它質感也非常非常的好 雖然有人說呢 哎呀 這個保時捷本身呢 它沒有了傳統插鑰匙的地方在左邊 它中間這裡呢 也沒有一個實體的 類似像是保時捷911裡面的 一個中計的 所謂的轉速表 但是呢至少呢 當你今天切換 中間這個最新的12.6寸螢幕 它依舊 依舊是保留這個五環式的傳統的儀表 我覺得這部分呢 至少保時捷 它還有維持傳統 但是你選配這個輕量化套件的上方這個擠皮 的確稍微帶來一點點的優弊感 還有前面這個方向盤擠皮呢 倒是呢 不是很好清潔 您覺得這台車391萬 還有呢324萬選配 您覺得是否划算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台呢 凱燕COOP開上路來感受一下 391萬的車價 而它選配了324萬的東西 其中呢幾個重點剛剛講到的 現在實際開起來有沒有差別呢 第一個就是呢 它選配價單向又要價 108萬8千6百元的 碳纖維輕量化套件 它輕了33公斤 但我覺得喔 這裡面最有感的就是呢 它的車頂雖然說沒有天窗 但是車頂變成了碳纖維 我覺得這個凱燕COOP這台呢 選配了碳纖維車頂之後呢 真的它的那種重心感降低非常的明顯 尤其當你開過了SUV版本的凱燕 或者是呢有天窗版本 尤其是全景天窗版本的凱燕 你就能夠知道呢 這一台有了碳纖維車頂的凱燕COOP 重心真的非常的低 而它的選配部分包含呢 它的後軸的轉向系統 讓整個車呢 過這樣子高速彎的時候呢 它那個後軸跟前軸呢 同方向轉彎 有一種把車撐住 而且軸距變長的穩定感 但過法夾彎或是慢速的時候呢 它又跟前輪的反方向轉彎 所以這個後軸的轉向系統 感覺落差非常的大 還有這台車呢 它原廠就標配了PASM 但是呢 這個保時機的主動懸吊呢 它原廠是標配鋼製彈簧 但這台車它選配了氣壓彈簧 氣壓彈簧開起來呢 並不是變得更硬 我覺得呢 它這台車呢 慢慢開的時候呢 反而這個氣壓彈簧 讓車變舒服 變軟的 但是當你在Normal Sport 以及Sport Plus的差異底下呢 它的落差卻變得更加明顯 而且呢 它把車盯住的感覺 變得更加的柔軟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氣壓彈簧的感受呢 差別真的蠻大的 還有這台車也選配了PDCC 也就是呢 保時捷的動態懸吊的控制系統 這個中間呢 落差最大是前軸的那個電子的防晴感 在作動的時候呢 當你這樣子過彎的時候 它前軸那種防晴感覺突然間增強 有感的 這真的是有感的 但這台車呢 還選配了18萬以上的動態聲浪套件 但是我覺得喔 這個畢竟是3000cc的V6引擎喔 我覺得這台車它就算選配這個動態聲浪套件 但我覺得它聲浪比起了凱燕的S 那個最新中期改款之後 換上4000cc V8的聲浪了 我覺得這個V6的聲浪 還是稍微略嫌客氣的 這樣子全油門走 你聽這聲音 這也就是選配了這個聲浪套件喔 如果你今天沒有選配聲浪套件的話呢 這個凱燕V6版本的引擎聲浪真的是客氣到不行 但我覺得這個比起中期改款之前呢 多了13匹以及5.1公斤米的扭力 開起來是有感的喔 也就是說呢 很多人說這個凱燕的V6版本動力 哇300多匹很遜啊 但是呢實際開起來我覺得 它那種體感的感受 雖然說0-100加速只有5.7秒啦 而且還要選配這個動態的 還要選配這個跑車計時套件 但是當你這樣子 你要按了這個20秒的Sports Bounce之後呢 我覺得它開起來的動態反應 甚至比起很多歐系品牌裡面 強調性能跑旅的車來講呢 入門版的凱燕的V6動力 開起來依舊是非常的跑車化 所以我覺得喔 這麼多的廠家都推出了所謂的運動跑旅 但我覺得凱燕Coupe 它集結了20年來之大成 這個東西呢依舊是不容抹滅的 就算你今天買的是V6入門版本的凱燕Coupe 但是呢回到一開始喔 車價391萬 你要像這個車主一樣選到324萬 都幾乎可以快有一台 另外一台凱燕Coupe的車價了嗎 還是呢你要把這個機能 留著去買凱燕S呢 如果你會出路過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凱燕S那個V8 4000cc的動力呢更加深得我心 如果是中期改款之前呢 那個2.9的V6的話 我覺得就要考慮一下了 我寧可買這個V6版本呢 把它給進行大幅度的選配 但是中期改款之後的 4000cc V8的S引擎呢 更加的深得我心 當然這台車呢 哇你看它到處都是碳纖維的套件 包含了前面下面的側裙老流 尤其差異最大就是上面這個碳纖維的車頂 還有這個內裝千鳥紋的椅子 還有這個 因為呢原廠說這個椅子本身呢 還有包含了天篷幾皮 方向盤幾皮 這些都比原本的真皮皮質來的輕量化 總共輕了33公斤 但是呢單向選配價108萬8千6百元 哇這個東西要不要選呢 我相信呢考慮一下 但剛剛講到包含了這個PSN的氣壓懸吊 後軸轉向啊 PDCC的保時機動態的懸吊反應系統啊 還有前面這個高解析度的LED的頭燈 這部分都把它選起來 還有包含這個非常漂亮的車色 都把它選起來的話我覺得OK 碳纖維套件 這麼多的外觀的變化 輕了33公斤要不要選呢 108萬8千6百元 我個人覺得就要考慮一下 感謝謝謝 掰掰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地生菌 搜索中天車想家 分输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們了 好